江承勋戳破900粉丝惊喜!随后再送7套原位衣。 江承勋粉丝见面会!图佳音娱乐!2018年3月17日。 南韩十足偶像团体水晶男孩主唱江承勋金,17日在ADG Showbox举办见面会,现场更邀请到贝美江允志单任嘉宾,更在开场先来大合照环节,硬要破粉丝的惊喜,逗趣的说,等等中场可能有人会先离开。 所以我们先来拍照。而除了妹妹,江妈妈也到场支持,让全场粉丝超惊喜。 江承勋见面会! 江承勋见面会!my girl!开场,殊不知演唱完后,他居然要求粉丝举起首幅拍大合照,笑说,今天来一点特别的,等等中场可能有人会先离开,所以我们先来拍照。 但大家担心惊喜曝光,纷纷不愿配合,结果江承勋反问,你们椅子上都有不是吗?但最后敌不过粉丝,举双手投降。 江承勋粉丝见面会! 图佳音娱乐!2018年3月17日! 江承勋出道21年,首次单飞来台举办个人专场活动,他见到满场的粉丝,感动地说,没有亲眼见到,我真的不敢置信。 认为自己在海外人气并不高,现在亲眼见证后,自豪表示,不用我说我是超级巨星这件事吧。 说完更自爆有机会再访台,让粉丝尖叫连连。 粉丝见面会上只有江承勋于翻译,没有请主持人,他自己主持整场并接受粉丝提问,当问到,最喜欢吃的台湾食物是什么? 他回答小龙包,但台下大喊,臭豆腐。 江承勋却撒娇说,那个味道很重。 为什么这样对我? 场面斗趣又爆笑。